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民主同道们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在网络上普及民主理念的过程 想必都碰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跟他谈政治 民众不关心 也不乐意听 他总是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 民主有什么好 总是说我们是老百姓 关心政治干什么 这就让很多启蒙的同道就很气闷 甚至愤怒 其实我们也不必要去责怪民众 因为长达70年的这种高压洗脑之下 民众很难不被变得这么麻木僵化 在没有遭受到这种强烈的轻生的迫害之下 你一下子要他勇敢地站起来为了追求自由民主 追求尊严 跟我们站在一起去跟共匪抗争 这确实不是太现实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要去反思一下 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不是需要改进 大多数人在进行启蒙的时候 一般讲的都是司法不公 强生强拆 食品安全 然后再由此引申到民族理念 这种方式对于少数这种思维逻辑比较强的人 它是有效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民众它没有用 为什么呢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没有共情 没有共情就没有共鸣 尽管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有错 他也知道 但是大多数并没有亲身遭遇到这种司法不公 也没有亲力强征强裁 所以民众就会觉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民众共同遭遇的 比如说毒食品 雾霾等等这些东西 他的感受又不是那么的强烈 所以效果就不强 至于什么选票 尊严 这种效果就更小了 为什么呢 那么多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他都习惯了 所以呢 就一定要找到那种全民共同遭遇 同时感受又特别强烈的这种切入点 这样才能有效的引起共鸣 才能诱发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望 而这个全民共同遭遇 感受又强烈的这个切入点呢 我觉得最佳的角度 就是民主政治能带给你免费的教育 免费的医疗和免费的养老 那个我们就统称为三民 这三民是所有人都逃不过去的 也是在现实生活中 感受越来越强烈的这种危机 民众普遍都是过自己的小日子的 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理想 没有政治上的抱负 关心自身的利益 关心自己的生存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呢 我们就是要跟他这种最切身的利益 自己的生存贴合上去 才能够让他对这个民主政治产生兴趣 那用这个方法也会有个问题 很多人他就会反问你 你说三民就三民 国家有那么多钱吗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视频 就是我用数据来告诉你 在中国实现了民主之后 能不能实现三民 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同时呢 我也会把这个文字版的网址 打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网址去查看一下 我提供的这些数据 以及它原始的出处 是不是真实的 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的 其实呢 共匪政府啊 他并不是说没有钱实现三民 而是什么呢 他有钱自己贪污了 然后呢 还有些钱宁愿送给外国的老百姓 他也不给自己本国的老百姓挂 我们就看吧 在全世界人均GDP 与我们相同成绩的这种民主国家 都实现了三民 甚至排名在我们中国之后的这种国家 他也能够实现三民 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台湾 跟我们同种同种的台湾 它的人口呢 是2350万 2017年呢 它的GDP是5581亿美元 人均GDP呢 是24200美元 而深圳呢 深圳的人口是1250万 大概是台湾的一半多一点 它2017年的GDP呢 是3200亿美元 超过了台湾的一半 超过了台湾的一半多 人均GDP呢 是27100美元 这个数字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的 深圳的人均GDP 它比台湾还高了十分之一 是吧 可是呢 在全台湾 实现了三民 上学不用交学费 连学杂费啊 书本费什么的都没有 看病呢 一般只需要付个挂号费 大病呢 自己基本上也没有出什么钱 一个普通的台湾的老农民 他一个月可以领到多少呢 可以领到7500新台币的养老金 相当于1500人民币 深圳是没有钱吗 当然不是 深圳的人均GDP比台湾高了10% 它比台湾政府更有钱 而且呢 在支出方面 深圳它是不需要像台湾一样 去支出这种国防开支 那么这些钱都到哪去了 都到了深圳的 这个共匪的政府 官员可以随便花 但是呢 老百姓你就别想花 是吧 我们下面 我们来算一下 在中国 全国人民 如果实现三民的话 每年需要花多少钱 第一个 就我们先说教育 根据这个 共匪的教育部官网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显示 2017年的中央本级的实际支出 小学中学大学 它的教育经费是多少呢 1108.9亿人民币 听清楚 这是人民币 其中呢 这个大学生是要交学费的 如果大学生的学费呢 全部免除 那么呢 我们需要给它增加 多少预算呢 就是说 根据这个2017年 毕业的大学生人数 因为你毕业的人数 差不多也就是 约等于当年新招进去的 新生人数 是吧 好 这个数字呢 查了750万 我们取一个大致数字 750万 如果要是它每学年的学费 是5000元人民币的话 这里需要增加多少呢 是750万人乘以5000元 这里是375亿元人民币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小学和中学的这个财政支出啊 我们给它翻一倍 好吧 我们再给它翻一倍 这总共得出来的数字是多少呢 是 39,585.6 加上 10,3574.95 再乘一个2 等于多少 总共是28.63亿人民币 然后呢 这个是中央本级的预算 如果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 在教育上的支出 我查了一下 总共的支出是大概3万亿 这总计的数字是多少呢 是 31513亿元人民币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先给它记下来 财政部的预算师的王子 我贴在这上面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不过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共匪的数据啊 永远都只是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造假的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呢 见论见智 好 下面我们再来说这个医疗 第二部分医疗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省西的神木县 他在2009年的时候 这个有个县委书记 叫郭宝成 他呢就领头 率先在全县实现了全民的免费医疗 这是全中国的首例 然后根据2015年 也就是在这个实现了这个全县免费医疗的6年之后 在2015年的6月 健康报的报道 全神木县的居民享受这个医疗费用报销额 在达到80%到90%的情况下 中央省地方加起来总共支出 总共支出了2.3亿元 分摊到全县啊 神木全县呢 有54.2万人口 分摊到全县人口上面呢 每个人头上面就是424元 人民币 如果要是把这个扩大到 把它放大到全国14亿人口呢 需要多少钱呢 每年需要 听清楚啊 每年需要5936亿元人民币 就可以全中国实现免费医疗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 也先把它给记在这里 这里我们再另外再补充一点 插个题外话 像郭宝成这样的一个敢想敢干 又敢冒风险 去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县委书记 在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一年后 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 为老百姓办事的机会 反而呢 在共匪的这种官僚体制的之下呢 给他名声按叫 把他调到人大 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副主任 而且呢 在这个虚子上面啊 一呆就呆了六年啊 然后暗门退休 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共匪啊 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 让这个国民得到真正的幸福 这帮畜生啊 请原谅我在这里用这种比较粗的话 因为对共匪我实在是没有好话给他 这帮畜生 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落民 贫民 贫民 劳民 贫民 愚民 让老百姓整天为了生计而奔波 你在整天为了生计 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时候 你就没有精力去思考 一个作为人的 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以此来巩固他们自己的这种残暴的统治 好 然后我们再来讲第三个 养老问题 中国呢 有14亿人口 根据官方的统计 女性的平均寿命呢 是75岁 男性呢 平均是73岁 60岁以上的人口啊 就基本上就约占总人口数的20% 也就是 2.8亿人 但实际上呢 2017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呢 其实还没有2.8亿人 只有2.4亿人 但是呢 我们这里就给他按2.8亿人算 中国的老人啊 基本上都是自有房产的 不管你是城里的也好 还是那个乡镇的也好 农村的也好 他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房产 如果在得到医疗全 那个全免的这种保战的前提下 每个老人啊 不管你是城里的 也不管你是国企 民企 还是那个农民 平均一个人 每个月两百 两千元的这个养老金啊 他完全是可以达到生活 自给自足的 一个老人两千元 如果是老两口呢 一个月有四千元 他住房不用支出 那个抗病不用花钱 那么你纯粹的这四千块钱呢 就是两个老人 那个吃喝拉杀 付点电费 这是完全完全够的 那么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啊 每年实现全民养老 免费养老的支出需要多少钱呢 2.8亿乘以两千元 再乘一个十二个月 等于六万七千两百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我们把它也给记下 中上所述啊 在教育 医疗和养老 这三方面全部实现 那个免费的前提下 全国十四亿人口 它的总支出是多少呢 是十万四千六百四十九亿人民币 我们给它四射五路一下 就是十万五千 十点五万亿人民币 十点五万亿人民币 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总支出 现在我们就要来算一下 这个钱要从哪里来 要从哪里来 我们一样样来列 一样样来列 来源第一个 第一个来源 我们都听过一个名字 2013年 这个美国的重金局 有个特工 斯诺登 他石破天津的 爆出了这个临近计划的内幕 然后呢 共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大肆宣传斯诺登 然后过了没多久呢 这个斯诺登就从香港 逃往俄罗斯 然后呢 他在俄罗斯就公布了一个资料 说中国官员 在海外 他的总存款达到了多少 达到了4.85万亿美元 这是美元 不是人民币 自从他爆出这个以后呢 共匪就再也不提他了 再也不报道他了 官方呢 也始终不出来反驳 大家自己去想想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的反驳 人家肯定说的就是真话 然后呢 这还是2013年 随着这近五年来 中国在政治上的不断的高压 倒退 经济也不断的下滑 各级官员都加紧了 往海外转移资产的步伐 最保守的估计 最保守的估计 到2018年为止 共匪官员在海外的存款 不会低于10万亿美元 主要呢 分布是在像这个北美啊 美国加拿大 还有澳洲 欧洲 以及南亚 按照我们正常啊 这个人的资产分配啊 它是这样 一般呢 总资产的三分之一 是现金 其他的呢 都是这个房产啊 股票啊 基金啊 证券啊 收藏品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就按照这个正常的 这种资金财产分布的 这种惯例来计算 那么也就是说 贪官们在海外资产 已经达到了30万亿美元 总资产30万亿美元 折合成本人民币是多少钱呢 210万亿 210万亿人民币 瞎不瞎呢 如果要是再加上啊 目前还没有转移出去的 这种账款 以及 那个 那种中小贪官的账款 这个数字啊 是绝对不会低于 300万亿人民币的 不会低于300万亿人民币的 可能这个时候啊 有人会讲 中国的这个M2 这个货币发行总量 刚才150万亿多 你这里怎么会有300万亿呢 你别忘了 货币发行总量 那是现金 除了现金之外 你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那种 动产与不动产 别忘了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中国啊 要是实现了民主政治之后 它就将会依照相关的国际法规 向各国引渡贪官 并追回这个财产 这些钱呢 都会用于改善中国的民生 或许啊 有人会说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 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 大概在四五年前呢 我到云南去参加一个慈善公益活动 然后呢 跟主办方邀请的一个中央级的自然成员啊 相谈甚欢 我这里就不方便去提他的姓名了 然后呢 在晚上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品茶聊天的时候啊 他就说起 他说啊 邓小平的儿子 那个邓甫方 就那个瘸子 他卷走了蝉联六千亿美元 转到海外 当时在座的人啊 就觉得很惊讶 就问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人呢 他就笑一笑一笑 他说 你自己想想 每年啊 向企业征收的这种残疾基金 是多少 他这一句话 所有人就恍然大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座的有很多都是企业家 自己办企业的 他当然知道自己每年 在交各种税 各种费的时候 他交了多少这个残疾基金 那么你根据这个 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这个生产总值 你就知道了 大概要上交多少残疾基金 而这个这个残疾基金呢 收上去以后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 中国的残疾基金 他能够得到多少 那个救助呢 很少很少的 几乎可以讲 残联是关收钱 关收钱 他就是很少支出 就是批修 吃进去他就不往外吐的 而且呢 每次搞活动的时候呢 他还打着这个残疾 那个残联的名义 向各方去要赞助 基本上就是说 他搞一个活动 他往往是自己 不但没有花钱 他还能有结余 然后涨价的这些钱 就一直放在那里 而这个邓普方呢 他霸占中国残联三十多年 残联的这些钱 基本上就是邓普方的 私人小金库 所以呢 这个人说 他卷了六千亿美元 我看恐怕都还算少了 给他少算 好 然后我们再算 这个来源的第二个 第二个来源 共匪政府啊 在行政支出上面 他一直是在全世界 都名列榜首的 而且呢 这个共匪啊 很好玩 他曾经啊 还在这个新华网 就此进行辟谣过 辟谣过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从国际比较来看 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啊 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他说 2016年 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呢 占GDP的比重呢 是14.3 美国的比重也是14.3 两个国家一样 另外呢 像这个韩国啦 意大利啦 英国啦 德国美 德国日本加拿大 这些发达国家 他们的比重啊 都是在15 15%以上 都比我们高 我们的那个 这个支出比重呢 而且还低于 世界的平均水平 17% 这个看起来啊 好像我们中国的政府 这个共匪政府 似乎还很连接 人家的支出比例更高 我们的支出比例还更少 其实呢 这是什么呢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共匪的统计局 他的水分有多少啊 中国人都是知道的 心造不虚 他们不但要缓报数字啊 而且呢 还会把很多支出啊 巧立名目 化整为零 所以呢 他的实际的这个行政支出 是绝对啊 不止于14.3%的 我们先姑且 把它放到一边啊 我们就按照官方的这个数据 说啊 共匪的行政支出 只是14.3% 好 但是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共匪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什么文字游戏呢 就政府收支的这个规模而论啊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它占GDP的百分之多少 而是在于什么呢 政府把这些钱究竟用在了哪里 用在了哪里 那像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些西方的发达的这种民主国家 它在这个财政支出中 它大比例是花在哪里 花在民众的福利上 我们就以美国为例 好吧 2015年 政府支出的这个行政费用啊 应该说是政府支出的费用里面 它60%都是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 我这个说的还是居民啊 这个居民指的什么意思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福利支出呢 它不仅仅是用于美国公民 像一些有绿卡的 还有一些那个非法移民的 在美国也一样是可以享受这种福利的 而且同期呢 同期呢 这个日本啊 日本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这些地方 他们的行政就真正用于这个政府管理上面的这种支出呢 比重是多少 最低的是2.38%日文 最高的呢 也是只有9% 9.9% 美国 而至于那个英国韩国法国啊 差不多都是在5%的上下 而中国是多少 各种名目啊 加起来的 占到了他的支出的近一半 我这里给两张图 大家自己可以去对比一下 一张是美国的 一张是美国的 它上面就写了 2016年 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支出是4.1万亿美元 其中60% 约2.5万亿美元是强制性的支出 这个强制性的支出用在哪里呢 用在社会保障 医疗保障 医疗补助 移民改革 津贴等等这些地方 大家自己 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再一张呢 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什么呢 看到吧 这张图上 我特意给他有一些东西 我把它给标出来 维稳费 占了老大一块 这个维稳费呢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收了老百姓的税 然后呢 去买很多什么警棍啊 那个 那个防暴差 防暴车啊 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拿来干嘛的 它不是对外的 它是对内的 是用来打压群众的 不许你反抗的 而这块钱啊 看看 跟他边上那块绿色的 你对比一下 这个维稳费用 居然超过了 对外的军费 对于老百姓 对于共匪来讲 谁是他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的国家 而是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然后第二块 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块支出 是什么呢 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这个教育支出 占了老大一块是吧 但是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每个地方都有胆效 每年这个各级胆员干部 都要去进行培训 这些费用都是记录到 教育支出里面的 光是一个胆效 每年那些养着那些 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 这种蛀虫 想想看 每年要花多少钱 他所占的这个 那个办公场所 地域 以及各种各样的支出 去想想要花多少钱 然后呢 就是医疗卫生支出 看一下 就这个 左下方的 医疗卫生支出 占的不大不小 不大不小 但是呢 这个费用啊 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七十以上 它是用于谁的身上 它不是用于老百姓的身上 它是用在这些 中高层的干部的医疗身上的 也就是说 真正老百姓能够花到的钱 是非常少的 好了 这里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 中国的一个县级城市 它的标准配备 有多少个吃财政饭的单位吗 估计你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我曾经统计过 我查找了各种资料 我自己统计出来的 这个单位呢 有一百九十四个 可能还有我漏掉的 听到这个数字 瞎人吧 一个县 光是吃财政饭的 这种单位 就有一百九十四个 举个例子啊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多少人听到过 关公委 这个单位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个共匪还拜关公吗 然后我就去查 这个关公委是怎么写的呢 关羽的关 工作的工 委员会的委 然后我就去查这个关公委 结果一查 大家也自己可以去 百度下关公委 他的全名是什么玩意 他的全名是叫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然后全国呢 各级省市县区都设立了相关的部门 全国大大小小 有105万个跟这个关公委相关的部门 总人员有多少 1367万了 我在这里啊 我把这个百度上的这个截图啊 截给大家看 因为我估计啊 我估计这个视频发出去以后 百度会把这个给删除掉 所以呢 我把一些这个截图放在大家 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关公委呢 它其实是个干嘛呢 其实就是 纯纯脆脆的一个光吃饭不干活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公委都有一些什么干部 我查了一下这个关公委最高最高级别的 就中央级别的关公委 有多少人啊 有一个主任 四个名誉主任 一个秘书长 六个副秘书长 二十一个顾问 十个常务副主任 二十二个副主任 看到没有 光是这些光吃饭不干活的 六十五个人 这还不算为他们配的这个什么工作人员啊 办公场所啊 什么东西 如果你讲到这东西啊 肯定会有五毛跳出来说 啊这一千三百六十六十七万人 又不是全部都拿固定工资的 没错 我承认你说的这个话是对的 但你依然是蠢货蠢到家了 而且也贱到家了 这种贱话一天到晚 就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想啊 这一百零五万个部门 一个部门 我就算他平均有两个吃固定财政范 好吧 我多多都不算 一个部门两个 这就有多少呢 两百一十万人了吧 这两百一十万人 他因 他的工资 活动经费 办公场地 这不都是钱啊 要不要钱 我就按他一个部门 一年平均的预算 花费二十万块钱 二十万人民币 加起来就多少了 两千一百亿啊 两千一百亿啊 已经超过了我们刚才算的 全民免费医疗所需要的 总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五啊 想想看 就这么一个老百姓 听都没听过的这样的一个部门 他一年要消耗多少民脂民膏 如果用这些钱啊 拿去建希望小学 希望小学 按五十万块钱 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的话 他总共可以建四十二万希望小学 四十二万所 那基本上就说 西部所有的地方 小学都够了 都还用不完 这么多年啊 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啊 这么多年 共匪一直来 在这里说 要精简机构 要精简机构 结果呢 是越精简越多 在收服教育频道 2016年的 他有一篇报道 我把网址也贴在下面 记者统计 大陆吃财政供养的 各类人员有多少呢 五千万 中国不是十四亿人口吗 对吧 除一个五千 是二十八 这个二十八个人里面 有二十七个人去劳动 然后养了一个财政助从 曾经啊 就连这个中纪委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副书记啊 叫刘希鲁 他自己都曾经感叹讲 他说中国老百姓啊 再那个 辛劳 再辛劳 他也养不起那么多的官啊 然后呢 你看啊 我在这里贴了一张图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收服教育频道的 这里面呢 他指出了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这种工资人员 它是有两种的 有狭义的和广义的 狭义的指的是什么 财政供养人员 仅指的是叫政府机关人员 又称之为叫国家公务员 就是我们平时知道的啊 比如说什么 教育局的局长啊 那个科长啊 那个职员啊 等等这些啊 他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 然后呢 广义的是指的是什么呢 广义的是所有的赤财政犯的啊 就称之为叫公职人员 在国外称之为叫政府雇员 他不仅仅是包括政府的机关人员 也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叫公务员 他还包括哪一些呢 像那个公立机构的教师啊 医生啊 环境卫生人员啊 等等啊 甚至连图书管理员 这个是在西方国家 这些都是属于叫那个公务员 但是呢 在中国他不是 中国的公务员 他就不包含这些人 所以呢 这个政府啊 就共匪政府啊 就跟外面讲 说啊 我们的那个中国 吃财政犯的公务员呢 只有七百多万人 其实呢 他就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他套用的是什么 他套用的是狭义的 这种财政供养人员 但是呢 他在计算其他国家的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时候 他又用广义去套用 所以呢 一看 怎么搞得好像 我们中国的这个公务员 怎么还比美国还更少了呢 他玩的就是这种文字游戏 好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 在实现了这个民主政治以后啊 这些所谓的这些 吃财政犯的这些人啊 这些财政 财政助从啊 将会被裁掉百分之九十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 啊 坐在那里 啊 然后呢 另外再增加百分之五的警察 啊 当然我这里要说明一下啊 在实现了民主政治之后 那个时候的警察 他就是一个职业 他不再是为了 帮助政府去打压民众 去维稳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共匪帮凶 而是什么 真真正正的啊 为民众提供安全服务啊 这样的一个职业而已 那个时候呢 大量的这种商工消费啊 就不复存在了 这一个举措可以省下多少钱呢 可以省下百分之九十的成本 这百分之九十的成本 是多少 根据我们刚才啊 那个GDP百分之八十万亿 是吧 我们2017年的 那个GDP不是八十万亿吗 就按照共匪的那个说的 百分之十四点三的行政支出 然后呢 再给他乘一个 零点五 然后呢 再乘一个百分之九十 这里省下来多少钱 这里可以省下来 五点一四八万亿人民币 五点一四八万亿人民币 因为共匪这个官方数据的不透明 实际上 能省下来的钱 还远远不止这个数 好 我们接着继续 第三个 来源三 在民主政治体制之后 打压民众的这个维稳啊 它就不再需要了 就我们前面在那个 那个图表 那个饼状图上面看到的 这个维稳费是不再需要了 你只要有正常的警察 去维护治安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每年超过军费的 这一万亿人民币的费用 维稳费用 就可以省下来了 我这里贴一些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照片里面的 这些全副武装的人 是干什么 他们不是军人 他们是各级那个什么警察 特警 辅警 武警 这些都是拿来干嘛 他不是对外 抵御 侵略的 他是专门用来对内 那个维稳的 就是用来专门是对付老百姓的 看一下他们全副武装 他们吃的 穿的 用的 从哪里来的 全部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交的税 供养着他的 全部供养着他的 但是呢 他依然天天的 拿着这个武器 在对付老百姓 打老百姓 好 现在我们再来讲第四个 第四个来源 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查一下这个古今中外的历史 我们就知道了 近一百多年来 在世界历史中 所有的民主国家之间 他都没有发生过战争 实际上呢 中共暴政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瘤 当共匪倒台的时候 中国进入民主 那个时候 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军队 至少可以裁军一半 而且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纪律 那个法律 都更加的严谨 也更加的那个严厉 所以呢 那个时候 军队内部 也不会像现在一样 有那么多的 那么严重的腐败 像那个 那个以前 被倒台的那个叫什么 徐才厚 被抓的时候 家里一千多亿的财产 老天 一千多亿 你要怎么花呀 所以呢 虽然说 那个时候 裁军裁一半 但是真正 需要维持这个军队 所需要的费用呢 其实有30% 就是现在的军费的 30% 就够了 然后呢 我们再另外 再给他加20% 干嘛呢 用于军事科技的 这种研发 也就是说 到那个民主体制之后 军费可以省下50% 也就是多少呢 5000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 我们先记在这里 好 我们再看来源的第五个 第五个来源 在2018年的10月24号 这个国务院 共匪的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次报告了 全口径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情况 根据这个报告呢 2017年 中国各类国有资产 总额是多少 是454.5万亿人民币 然后负债总额呢 是345.3万亿人民币 其中国有资产的 境外总资产 有16.7万亿 这里面呢 就可以看出 也就是说 国有资产的 净资产 有110亿 110万亿 的国有 净资产 也就是说 刨除掉你的负债之后的 那个叫净资产 然后我们 我们想一想 什么叫国有 国有的意思就是 全民所有 对不对 这也是共匪自己多年 自己一直宣称的 但是呢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国有资产 一直都是被 共匪的高层 也就是我们所 称的叫 叫红二代 都是被这个 红二代 据为己有的 而且呢 我们去查下 官方的数据啊 到中国财政部 自己去查那个数据 2017年 这454万亿的 国有资产 他上交国库的利润 你知道有多少钱吗 只有3600亿 这是财政部的 官方数据 这3625亿的利润 资产总额是多少 0.08%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万分之八 再说的大白话一点 就是说 全国老百姓 给他一万块钱 让你去经营 他一年居然只给你 挣回了八块钱 这是什么样的猪头 才能经营成这个样子 而且呢 中国的国企 它是占有大量的资源的 而且呢 他还 那个占有了大量的 这种金融 上面的那个 那个 融资渠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 他所每年 所赚取的这个利润 远远不止 这3625亿 只不过呢 他只交万分之八给国库 剩下的都到哪去了 都到这些 红奥带 各个家族 自己的腰包里面去了 但实现了民主政治之后 这些钱 都会真正的成为 全民所有 我们假设啊 那个时候 要么呢 就对他进行股权拍卖 因为是全国老百姓的 那么拿来进行股权拍卖 拍卖的钱以后 老百姓大家 按到人头来分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继续 由 新生的民主政府 来继续经营 然后呢 每年要向老百姓 去报告 今年 赚了多少钱 上交多少利润 交了多少税 然后这些利润呢 都是属于全国老百姓 大家共有的 可以把它拿来做 这个民生福利 我们最保守估计啊 我们最保守估计 一年的净利润 百分之八 好不好 就百分之八 你普通一个企业 要完成一年 百分之八的 这样的一个盈利状况 不能啊 这个很保守啊 这个数值很保守 那么这百分之八 是多少钱呢 三十六点三六万亿 好 我们刚才不是算了吗 有将近百分之九十的负债吗 对不对 有将近百分之九 百分之八十的负债吗 好 OK 我们把这个年利润里面 百分之九十 用来偿还债务和投入债生产 那么还剩下多少钱呢 还剩下三点六四万亿人民币 这三点六四万亿人民币 就是我们刚才所要说的 用于全民三民的第五个来源 好 这个数字先记在这里 我们再说 第六个来源 你看啊 共匪呢 因为这个严重侵犯人权 在国际上是相当的不得人心 所以呢 他就没朋友 也正是因为没朋友 所以呢 就每年的大量在那种亚非拉 穷国 撒钱 来求得他们在联合国 来帮他投票 光是习大猪头啊 就习近平这大猪头 你看他上台六年 他总共撒出了多少 超过一万两千亿美元 搞什么一带一路啊 大嘴一张就说 给那个非洲国家支援六百亿美元啊 等等这些东西 总共六年撒了一万两千亿美元 在民主之后啊 我们这个新生的这个 民主政治政府啊 一方面他会要求这些国家 你还钱 另一方面 不必再往外这样胡乱撒币了 光这一项啊 光这一项 每年可以至少省下多少 省下一千六百亿美元 一千六百亿美元 支合人民币多少 一万一千亿 一万一千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我们也先把它记在这里 好吧 先记在这里 第七个 我们现在来说第七个来源 现有的这个社会 社保啊 缴费体系啊 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 2017年啊 2017年 总共收了多少钱 根据这个国务院 自己的这个官方 网站公布的信息 2016年 总共征收社保基金 6.6万亿人民币 6.6万亿人民币 这是老百姓交的 这一块呢 也要把它记录到 就是说 可以用于民生福利的这种收入 具体的 我就贴张图 给个网址 大家自己去看 我就不在这里 那个念给大家听了 然后呢 再另外再给 给一篇 这个工商银行的 关于这个中美两国社保对比的文章 供大家参考 网址我也贴在贴在这个 这个上面 也贴在那个文字板上面 然后 我们再来再来算 第八个来源 这个第八个来源呢 我们前面算的七个来源 这七个来源都是比较具体的 然后第八个来源呢 是方方面面的 涉及到非常多的那个方面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也就不去 那个细细算给大家听 但是呢 我随随便便给大家 那个 毛骨一下 这方方面面能够省下来的钱 它是绝对不低于千亿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在民主体制之下 你的这个药啊 它就不是说那种权贵 权贵交易啊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药价呢 是一定可以下降的 药价下降 医疗费用也就低了 你省下来 比如说 你原来买一个药 你是需要五十块钱 药价下来了以后 你只需要二十块钱 不就省了三十了吗 其实省了这三十 就等于是增加了 可用于这个民生复利上的收入 对吧 而且呢 到那个时候啊 这种体育界的 这种举国体制啊 也可以停了 我们都知道 每年为了这个 国际上去拿几块金牌 一块金牌居然要花到几个亿 平均到这个 所有的金牌上面 一块金牌要花到 我记得好像是七个亿 平均要花七 七亿人民币 才能够拿到一块奥运会金牌 所以呢 这个绝国体制如果停了以后 我们可以跟西方的这种国家一样 那个采取他们的那种体育 体育制度 这一块的那个支出啊 也可以省下来 而且这一块是巨大的支出 然后呢 另外啊 每年 在研究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啊 什么习 那个习近平 那个那个治国理念啊 等等这些东西 用于这方面的这种经费啊 研究经费啊 是天量的经费 这块钱也可以省 为什么不省呢 共产主义这种狗屁 狗屁玩意 你要去研究它干嘛 而且呢 习近平这种大猪头 连字都论不全 三天两头念白字的这种小学生 他能够有什么狗屁 狗屁思想啊 还是什么新时代的治国理念 去他的鬼啊 好吧 所以呢 我们中述一下啊 就中述上述的 这个七项大的资金来源 第八项我们就不算了 我们就算上面的七项大的资金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第一项来源是 三百亿 那个那三百亿 三百万亿人民币 它是属于叫一次性回收之外的 其他的都是 每年每年可以省下来的钱 这个总共有多少呢 这六项 不连第一项啊 第一项不算 这六项每年可以省下来的钱是多少 总共有5.148万亿加上1万亿加上0.5万亿加上3.64万亿加上1.1万亿加上6.6万亿再加上那个三万亿 总共加起来的总和 这三万亿是什么 这三万亿是地方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 这里说明一下 这几个数字全部加起来之后 总共得到的数字是多少呢 是20.988万亿人民币 可是你记得吧 我们在前面计算过的 要全民实现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免费养老的总支出 只需要10.5万亿 只需要10.5万亿 而我们可以省下来的钱 居然有21万亿人民币 所以呢 收缴回来的那300万亿账款 就这些贪官在海外的账款 都不用动用它 你每年在实现了 这个全民三免之后 居然还可以结余下来多少 结余下来10.5万亿人民币 财政啊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是用之于民 结余的这10.5万亿人民币 拿来干什么 可以用来加大这个社会福利 保障力度啊 是吧 减少个人的缴费比例啊 加大对贫困落户地区的 这种知识开放呀 是吧 具体的来讲 比如说这个加大社会福利保障力度 就是说原来我们我们刚才计算的是一个人的养老金 是每个月2000块钱 我给你增加到2500对不对 减少个人缴费比例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不是要交社保吗 自己掏钱交社保 OK 是情况 你现在如果交社保 你交2000块钱的 那个时候给你交1000 如果还有的多交500 如果还有的多免交 对不对 然后对于那种西部西南部 这种贫困地区 给他进行自治开发 我帮你进行修路啊 帮你建那个基础设施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另外 你收回来的那个300万亿的这种账款 我们也可以学学 那个西方的这种民主国家的做法 给公民发红包啊 刚刚前段时间 不是台湾就 是台湾还是澳门啊 不是每年都都 给那个居民发红包吗 财政有的支出 他不会说放到政府 由政府来还 而是什么呢 这钱是从老百姓身上 收来的税和费 既然收得来 没花完 那就还给大家了 还给老百姓 给按轮头 给大家发红包 算一下 中国14亿人 知道每个人能够分到多少钱吗 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 按轮头 一个人是21.4万元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 三代五口人的话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加一个小孩 这么算的话 一家五口 这个钱一分 转眼你就是百万富翁的 是吧 所以呢 我在这里只是 这笔仗 只是随随便便 这么一算 20.988万亿的GDP 这个占比 基本上 基本上能够追凭 西方民主国家 在福利支出 在他们福利支出 在GDP中占的平均比重 由此可见 这个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由此可见 中国近40年来的 这种经济增长啊 他本来应该给国民 带来的这种福利保障 其实根本就不是没有钱 根本就不是没有钱 而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 有点磕 我们之所以没有享受到 他的原因 是老百姓辛辛苦苦 劳动创造出来的 这些财富啊 都被共匪集团 无耻地给窃取来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狗仔子啊 才可以在国外住豪宅 开豪车 花天酒地 纸醉精密 在加拿大 在澳洲 破纪录的那个房产交易额 都是中国华人 中国人 那个那个买下来的房子 这 基本上就不可能说是普通人去买 有这个钱去买这个房子 都是官二代 比如说澳洲最贵的一栋房子 最大金额的一笔房子 是谁买的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他创造了澳大利亚最贵的一栋房子的那个交易 交易额 而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呢 他只能战战兢兢的疲于奔命 看起来平时你还有房有那个有车 可是呢 随随便便一场大病 就叫你家破人亡 还记得吧 那个去年的时候 有一篇引起网络轰动的那个文章 北京的一个中产阶级 他写的 就因为他家里一个老人 那个伤风感冒 引起肺炎还是什么的 一下子 本来过得很好的这样的一家人 财政就崩塌了 财政就崩塌了 而且呢 我们在网上 我们还可以 还看到很多 就是什么呢 看不起病 死掉了 我一会儿呢 我会在这上面贴很多 这个就 在国内的网络上都能够收到的照片 贴给大家自己看 其中有什么 因为看不起病 自己咬着牙 用锯子把自己的腿给锯掉了 想想看 关公刮骨疗伤 也只是化妥给他刮骨啊 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已经悲惨到了什么程度 要自己拿着锯子 把自己的腿给锯断掉 他都没有钱到医院去锯腿 都不说他本来那个腿是可以治好的 就因为没有钱 他不但不能治 连去把他锯掉的这个钱 他都花不起 而至于那个 像母亲抱着患病的幼儿 跳楼自杀的 也很多 不是说一起两起 可是相比之下 相比之下 给大家看一下 官员的医疗条件 和我们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农村的医疗 医疗条件 它存在着多大的这种 这种这种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巨大的轰沟 第一章你看一下 高干病房 看到吗 这简直就专修的像什么 装修的像那个房地产公司 用于展示的样板房 漂亮吧 第二章 共匪官员的高干 那个疗养院 看到没有 这比美国白宫的那个 那个条件都还好啊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平民老百姓 和农民的医疗条件 第一章 第一章 农村的诊所是什么样子的 它连打点滴 用于那个 坐着休息的 这个椅子凳子都没有 只能是在外面露天 随便两条凳子一架 一块门板一架 就是一个病床 再看看城市里面的 这个市民就医 看到没有 为了看个病 像在北京的那个协和医院啊 上海的那个 那些儿童医院啊什么的 每天门口 都是人挤人 为了要排到一个号 你可能要半夜 树九寒冬 你要半夜 抱着被子 在那里排队 才能排上一个号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中国的医疗费用 70%都是用于什么 用于官员 用于这些 共匪的是所谓的干部 用在他们身上 剩下的 就那么 就那么一点人 他用掉了70% 剩下的那一点 才是用于十几亿 普通老百姓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老人和孩子 看看这些图片 衣衫蓝绿 衣不折体 上学的时候 连个教室都没有 要挤在那种 断壁长垣边上 去读书 连屋顶都没有 下一场雨 大家就不用上学了 就是这样的条件 还有我们的老人 看一下 九十多岁 一百多岁 还在街上捡破烂 还在街上捡破烂 甚至还有这种 一百零一岁 这个一百零一岁的老母 跟着六十八岁的 生患长期的儿子 靠拾荒来生存 捡圣菜吃 还有这种 卖生 那个救孩子的 卖女儿救儿子的 比比皆是 看着是不是触目惊心 像诸如此类的报道 你在网上随便找一找 很多 当然很多也会被他们评比掉 共匪就是这样的 他不解决问题 他就专门解决这种 提出问题的人民 是吧 所以呢 让我泄口气 我讲到这些东西 我很生气 非常生气 你看 我们提到 中国用于 用于这个医疗的费用 占这个GDP的比重 我们前面提到 他不但比不上 这种发达的 这个国家 甚至呢 他还不如这种 低收入的国家 我们 我们和那个 巴西和印度啊 同样都是 金砖国家 我们的医疗呢 占GDP的比重 只有巴西和印度的 百分之五十六 将将一半 如此低的这个医疗开支 还被全中国 占全中国人口 百分之六的这种 官僚阶层 花去了百分之七八十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是给十几亿 普通老百姓用的 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 共匪居然还要什么 还要把教育 医疗 养老 做成厂业 人民交了税 这些福利 本来就是应该 政府来承担的 但是呢 共匪收了你的税以后 他还要把 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做成厂业 什么叫厂业啊 厂业就是在 你生病的时候 他还要挣你的钱 榨干你最后一滴血 这个可不是 我这诬陷他 不是我要抹黑他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就共匪的政府 在他的官网上面 公布了的 2017年的4月20日 李克强说 要把医疗健康产业 做成我国的资助产业 大家自己去想想 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要把中国老百姓的血 汗 甚至是你的生命 来维持共匪统治集团 来让他们继续去 执罪金迷 花天九地 九次落临 所以呢 由此可见 中国的这个中共匪帮 它从来都不是中国人民的旧性 它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从来没有真心考虑过 为中国老百姓去谋福利 相反 它是附在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的吸血鬼 他们夺走我们的人权 强拆我们的房子 揭迎我们的女儿 甚至还用我们的器官来给他们续命 抢走我们的血汗钱 来圈养一大批狗腿子 不许我们反抗 想想你的孩子 想想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将来还要继续跟你一样的生活吗 你想想这些东西 你还能冷得住不站起来去推翻他们 去打倒他们吗 如果要是为能父母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生孩子 所以呢 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世世代代的这种幸福 为了他们不再为一产疾病就倾家荡产 我们就必须要去支持民主 要去实现民主 要去保卫民主 只有我们手中的选票 才能夺回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也只有选票 才是子孙后代 世世代代能够幸福安全 这样生活的坚实的保障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